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神祝福大家。 今天上午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讲作天的门。 这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很好的问题。 在还没有讲到以前, 我们就从日常生活里面做一个省思。 我们搭船,要船票。 而且这个船搭几点几分,也是要很清楚。 我们搭飞机,也要机票。 要得到这个机票,也是要有相关的证件。 然后你就可以搭这个时间的班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 每一件事,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 都有它一个规矩。 尤其在宗教信仰的事情上面, 有一些人,他们会有一些说话。 比如,在台湾有一个宗教。 叫做飞碟会。 叫做飞碟会。 那这个创始人是一位大学的教授。 这个创始人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的飞碟会的成立。 他们飞碟会的成立。 他专门吸收那些有钱人。 他是专门吸收一些有钱人。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你要进入这个教派。 因为你要进入这个教派。 一个人就好像会员一样。 每一个人就好像一个会员一样。 每一个人要先交六万块。 每一个人要先交六万块。 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飞碟教派的一个会员。 你才可以成为这个飞碟教派的一个会员。 那个飞碟就是一般有的科学家在研究。 会突然出现一个光铁。 像飞碟一样的那个飞碟。 那个飞碟就是科学家一直在研究一个。 平之间会出现的一个光铁。 这个教授有一天就这样想。 这个教授一天就这样想。 既然大家想要有宗教的信仰。 既然大家都想有宗教信仰。 所以特别就想, 不如我成立一个教派。 可能教书教到也是很累了。 可能教书都教得很累了。 天天都一样的生活。 那 如果你成为会员之后。 如果成为了会员之后。 然后要在天堂买一个位置。 然后要在天堂买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最便宜的要六十万。 一个位置最便宜的要六十万。 如果位置好一点就要一两百万。 奇怪咧。 那些有钱人都相信咧。 但好奇怪就是那些有钱人都相信。 全家将近十个人也参加了。 整家将近十个人都全部参加。 贫穷的人没办法进入这个教派。 贫穷的人就没办法进入这个教派。 为什么这样讲。 你光进去要会员之六万块。 你要成为会员就已经要交六万元。 然后又要买天国的好位置。 然后又要买天国的好位置。 好贵得不得了。 好贵得不得了。 那后来这件事怎么会被揭发。 这件事怎么会被揭发。 因为这个教授有一天就讲了。 因为这个教授有一天就讲了。 所以他得到一个启示。 说在几年、几月、几日。 说在某年、某月、某日。 神会猜欠飞碟来接你们。 大家都很相信。 他就做一个动作。 你们的财产要归入我的名下。 你们的财产要归入我的名下。 那要在什么地方接呢? 那要在什么地方接呢? 要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接。 要在美国的阿拉斯加这个地方接。 这些人也相信。 那这些人也相信。 七、八十个人就真的浩浩荡荡的到美国阿拉斯加去了。 这七、八十个人就真的浩浩荡荡去到美国阿拉斯加。 里面有做医生的。 里面有做医生的。 有做律师的。 有做律师的。 有做公司老板的。 有做公司老板的。 我也相信了。 他们都相信。 哇,结果他们的家属很生气。 叫我们的家属很生气。 这个。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所以啊。 啊。 家属就向台湾当局报案。 所以家属就向台湾当局报案。 台湾当局就联络美国的政府。 台湾当局就联络美国的政府。 所以有一派有一个奇怪的教授带一批人。 哇,有一个奇怪的教授带着一批人。 所以到那个阿拉斯加。 哇,要去到阿拉斯加。 到那边集合。 要在那里集合。 神要在那一天降临,用飞碟把他们接回去。 神要在那天降临,用飞碟将他们接回去。 要怎么接啊? 要怎么接啊? 那些人,七八十个人全部要自杀。 然后才可以坐飞碟飞到天国。 然后才可以坐飞碟飞到天国。 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说法。 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因为他是教授。 就是因为他是教授。 他这样讲。 他这样讲。 有些人就是有钱,就缺乏头脑。 有些人有钱,但却缺乏头脑。 就信了。 他们就相信。 我结果美国的警察,几百位就守在那个房子外面,叫他们全部出来。 结果有几百个美国警察就守在那个房屋外面,叫他们出来。 才把这个教授的计膜给揭发出来。 先把这个教授的计谋揭发出来。 当记者访问他。 当记者访问他。 你说神要用飞碟来接。 你说神要用飞碟来接。 结果没有来。 但结果没有来。 他闭着眼睛。 他就闭着眼睛。 戴着那个蒙夫的帽子。 戴着帽子帽子帽子。 因为你们世人的心太黑暗了。 不舒服了。 所以神所改期再来。 所以神说要改期才来。 那记者又问。 那为什么要叫他们自杀才能上飞碟到天国呢? 为什么要叫他们自杀才能上天国呢? 他说这就是宗教的神秘性。 一看到神秘,大家就害怕了。 一说到神秘,大家就会害怕了。 有钱人也不懂。 哎呀,这个后来记者也受不了了。 就骂这位教授。 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宗教骗子。 你骗人家的钱。 你骗人家的钱。 哪里要借着自杀,然后所有的名下都全部给你。 哪里要借着自杀,将所有的名下的财产都给你。 这件事,这个教授被控告。 所以有些人, 为了用宗教, 来当作利益, 利用人的虔诚, 来当作一种赚钱的方法, 来当作一种赚钱的方法, 骗他们说这是晋天国的门路。 这真是很麻烦。 这种事就很麻烦。 有些人甚至更糟糕。 有些人甚至更加弊。 看对方长得不错。 看对方长得不错。 然后就跟他说, 你要发生性关系才能够达到天人合一。 意思就是说神人合一。 贪财。 贪色。 这个在幕后的现象是常常有的事。 甚至传讲异端。 然后就说是神人合一。 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 这些都是错误的说法。 他们背后都有人不正确的动机。 有一种教派。 他们这样传。 他们年纪大了。 将要死了。 要做一个灵修。 然后你要找一条大河。 天天在河的旁边。 然后不要吃东西。 那你就是天天面对着河的出口。 然后就在那边一天一天地等。 当你死了。 你就直接跳到这个河里面进去。 然后你就跳入这个河里面。 那你的生命灵魂就会往那个河口大海方向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面。 那你的生命灵魂就会从那个河口进入到永生里面。 本来有的人不会死。 有的人本来不会死。 本来不会生病。 本来不会生病。 就因为要这样做。 就因为要这样做。 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从这之后 Should i get actually lost it away. 可能就会提早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就掉到那个河里面。 然后就掉到河里面。 又制造环境不卫生。 又制造环境不卫生。 说什么生命灵魂就会向着河到达那个永恒的国度。 說什麼生命靈魂會藉著何去到那個永恆的國度。 所以有太多人的說話。 其實他要強調什麼? 要重點找到一個能夠靜命永生的一個門路。 重點就是要找到一個進入永生的門路。 但是他又參雜了人的方法。 但又參雜了人的方法。 甚至前財。 甚至赦裁。 甚至色慾。 甚至自己個人的驕傲一端。 結果讓一些人的虔誠去走錯一個錯誤的方向。 結果讓人的虔誠走向一個錯誤的方向。 聖經非常強調有關這方面的事情。 聖經非常強調有關這方面的事情。 也有談到天的門。 我們信主信了一段時間。 你曾經想過天的門在哪裡? 我們常常說得救。 沒錯。 找到一個得救的教會。 找到一個得救的教會。 也沒錯。 但是天的門在哪裡? 你或許可以講。 但是你講不清楚。 但你覺得不清楚。 你的論證不夠力量。 因為你曾經沒有想過。 其實我們看聖經。 你看一看可以想一些問題。 然後從聖經裡面找出答案。 你漸漸的聖經就慢慢熟。 除非你不看。 除非你不想。 所以你根本沒想過。 如果有一天有人問了。 你又答不出來。 你又答不出。 因為你不熟。 因為你不熟。 所以今天我們也是本著聖經。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根據聖經。 來談一談天的門在哪裡。 來講一下天的門在哪裡。 我們知道天國是在一個天上屬靈的永恆國度。 但是我們會覺得距離很遠。 但我們會覺得跟我們距離很遠。 到底它的門在哪裡呢。 到底它的門在哪裡呢。 我們就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請看《創世紀》二十八章。 請看《創世紀》二十八章。 《創世紀》二十八章。 《創世紀》二十八章。 二十八章的第十節。 十節以下。 這裡是講到雅各。 他離開富家。 然後往哈蘭的方向走去。 然後向哈蘭的地方。 十一節來到一個地方。 十一節就去到一個地方。 已經是傍晚了。 他就住在礦野。 然後就拿起一個石頭當作枕頭睡了。 然後拿著一個石頭當作枕頭睡。 十二節他做了一個異夢。 夢見一個梯子。 夢見一個梯子。 放在地上。 然後它很長。 那條梯很長。 又高。 一直通到天的頂端。 那在這個梯子上面。 在這個梯的上面。 有神的使者天使上去下來走來走去。 有神的使者上去下來走來走去。 十三節。 在梯子的頂端。 在梯子的頂端。 有神站在那裡。 有神站在那裡。 然後對著雅各說。 然後對著雅各說。 我是你祖父亞伯拉罕的神。 我是你祖父亞伯拉罕的神。 我是你父親以撒的神。 我是你父親以撒的神。 我要將你現在躺我的地方示給你跟你的後裔。 我要將你現在躺我的地方示給你跟你的後裔。 我們直接跳到十六節。 我們直接跳到第十六節。 雅各睡醒了。 雅各睡醒了。 他有很大的震撼和感動。 他有很大的震撼和感動。 親自體驗原來神在這裡。 他真是體驗到神在這裡。 我竟然不知道。 我竟然知道。 他講這句話。 他講這句話。 其實有典故的。 其實是有典故的。 他為什麼離開他的副家。 為什麼他要離開他的副家。 因為他欺騙了兩次。 因為他欺騙了兩次。 第一次用紅豆湯欺騙他哥哥把長子民婚賣給他。 第二次就是欺騙他爸爸裝作雅各的聲音形象。 第二次就是欺騙他爸爸裝作他哥哥以掃的聲音形象。 然後騙得長子的祝福。 然後騙回來長子的祝福。 這件事情。 他哥哥知道了。 他哥哥知道了。 非常生氣。 要追殺他。 咱們有這種弟弟。 怎麼會有這樣的弟弟。 其實雅各應該不要這麼急。 其實雅各不需要急。 因為神早就祝福那個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因為神早就祝福將來大的要服侍小的。 在母親的胎裡就這樣祝福了。 在媽媽的胎裡已經是這樣的祝福了。 不要急。 照著神的安排這樣走。 照著神的安排這樣走。 但是他的個性。 就跟他的名字的意思一樣。 就跟他的名字的意思一樣。 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爭取了。 用人的方式爭取他的苦難也多。 用人的方法去爭取他的苦難也多。 不過神對他的應許祝福是沒變的。 雖然他有他的軟弱。 雖然他有他的軟弱。 後來他改變了。 但後來他改變。 這一段人生經過很長。 但這一段的人生經過很長。 他受的痛苦也很多。 他受的痛苦也很多。 他還沒有離開父家以前。 他從來沒有自己親自體驗過神。 他從來沒有自己親自體驗過神。 都是聽自己的父母親在講。 都是聽自己的父母親在講。 但是逃難出走。 但是他這次逃難出走。 來到這個曠野。 做了這個異夢。 做了這個異夢。 他非常地震撼。 所以他說原來神在這個地方。 我竟然不知道。 我竟然不知道。 這是他第一次親身經驗到神的一個戰爭。 這是他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神的見證。 如果我們是第一代信徒來信主。 如果我們是第一代信徒來信主。 都會經過一種信仰的戰爭。 我們都會經歷信仰的爭戰。 甚至做一個信仰上的選擇。 甚至要做信仰上的選擇。 所以我們第一代信徒很清楚了解我們怎麼敬拜神。 所以我們第一代信徒很清楚我們怎麼去敬拜神。 但是問題就出在我們的第二代。 但問題就出現在我們的第二代。 以後的這些孩子、孫子。 沒有體驗啊。 他們沒有體驗。 通常都是爸爸媽媽叫去聚會。 祷告。 讀經。 你要敬拜神。 所以他覺得都是長輩在講。 他們都覺得是長輩在講。 自己沒有那一份信。 就建立不了一個真實的信仰生活。 所以就建立不到一種真實的信仰生活。 所以我們要怎麼引導呢? 來帶領祂去體驗神。 要述說神的恩典見證。 要述說神的恩典見證。 在家裡要這樣做。 在家裡要這樣做。 他們自己慢慢地 就懂得我應該要怎麼敬拜神。 就知道我應該如何敬拜神。 遇到任何的小事。 他們都會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不用父母親教。 慢慢慢慢地就成長了。 慢慢就會成長。 這個才是自己的體驗。 這個才是自己的體驗。 雅各到這個時候才有自己的體驗。 雅各到這個時候才有自己的體驗。 十七節說。 這裡講他就聚怕。 其實原文是說他就敬拜神這麼說。 原文其實是說他就敬拜神這麼說。 這地方不是普通的地方。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門。 所以這裡講得很清楚。 神的殿就是天的門。 也就是新約時代所講的教會。 在聖經歷史裡面。 不是馬上就看到神的殿。 從整個創造宇宙萬物之後。 從創造整個宇宙萬物之後。 我們可以慢慢地發現。 要能夠成為聖殿。 要能夠成為聖殿。 不是一開始有這世界就有了。 不是這個世界一開始就有。 它也是一個動作慢慢累積起來的。 它也是一個動作一個動作慢慢累積起來。 然後漸漸地完成在神的面前一個敬拜的動作。 然後漸漸完成在神面前一個敬拜的動作。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教會在聖經裡面的一個歷史的嚴格。 也就是教會歷史的一種發展。 神的教會就是天的門。 我們來看一看這個有關教會的歷史發展。 我們來看看有關教會的歷史發展。 我們首先來問。 我們首先來問。 到底獻祭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到底現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獻祭在宗教活動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現在在宗教裡面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我們曾經想過嗎? 我們有沒有曾經想過呢? 我們來看聖經。 請看創世紀第四章。 第四章的三節四節。 三節四節。 這裡談到人類的第一個家庭。 然後有兩個兒子。 哥哥叫該人。 弟弟叫亞伯。 這個時候他們在神面前獻祭。 聖經最早記載獻祭的活動就是這裡。 但是這個時候還不會求告神的名。 到了什麼時候才會求告神的名呢? 到了什麼時候才會求告神的名呢? 我們曾經想過嗎? 我們有沒有想過呢? 還是根本都不用想? 還是沒看過? 還是沒看過呢? 我們來看一看。 請看四章的二十六節。 塞特也生了一個兒子。 起名叫以羅氏。 那時候人才求告耶護華的名。 這個亞伯被哥哥該人殺死。 後來神又是亞當夏娃一個兒子叫賽特。 他生了一個小孩叫以羅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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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人才開始求告神的名。 那個時候人才開始求告神的名。 這個宗教實質的意義。 後來才有求告神的名的這個宗教實質意義。 那到了什麼時候又進一步有一個發展呢? 那我們來看這個創世紀第八章。 二十節。 二十節。 創世紀第八章二十節。 創世紀的第八章二十節。 羅雅惟瑤華足鳥一座壇。 拿各類見靜的生畜、非鳥。 獻在壇上為凡祭。 在這裡記載洪水之後。 這裡記載洪水之後。 羅雅出方舟。 羅雅出方舟。 他第一個所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什麼。 他不是先去看那個田產。 也不是先去看他自己的田產。 也不是看他家裡的牲畜。 這都是我們世人最關心的財產。 這都是我們世人最關心的財產。 幾乎我們的生活動作都是以財產為中心。 我們幾乎所有的生活動作都是以財產為中心。 但是羅雅在這裡不是這樣。 但羅雅在這裡不是這樣。 他出方舟第一個關心的是什麼。 他出方舟第一件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為神足一座壇。 然後拿捷徑的生畜、非鳥,現在壇上做環節。 然後拿捷徑的生畜、非鳥,獻在壇上為環節。 我們看到了,他不但獻祭。 而且為神足一座壇。 而且還為神足一座壇。 除了求告神的名。 也確實在神面前足壇,然後獻環節。 也確實在神面前足壇獻環節。 環節要流動物的血。 所以在獻環節的當中有一種血的見證。 所以奧神一座記載。 神聞了那個興香之氣。 神聞了那個興香之氣。 就不再因人的緣故,咒住這個地。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獻祭慢慢地完成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獻祭慢慢地完成。 後來這個動作。 後來這個動作。 就成為神選亞伯拉罕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活動。 後來就成為了神簡說亞伯拉罕一個非常重要的宗教信仰活動。 我們來看這個創世紀十二章。 我們來看創世紀的第十二章。 七節。 第七節。 十二章的七節。 十二章的七節。 耶伯華向亞伯蘭顯現說。 我要把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亞伯蘭就在哪裏, 為向他顯現的耶伯華足了一座壇。 在這裡神向亞伯蘭顯現。 在這裡神向亞伯蘭顯現。 亞伯蘭就是後來被神改名叫亞伯拉罕。 亞伯蘭就是後來被神改名叫亞伯拉罕。 神顯現說。 神顯然說。 我要把這地視給你的後裔。 我要將這塊地賜給你的後裔。 這個亞伯蘭就馬上做很好的反應。 這個亞伯蘭就馬上做出一個很好的反應。 為神做了一座壇。 然後我們看八節的最後一句話。 我們看八節的最後一句話。 他後來遷移到伯特利的東這個地方。 他後來遷移到伯特利這個地方。 他為神做一座壇。 求告神的名。 所以到這裡我們很清楚地了解。 所以到這裡我們很清楚地了解。 阿伯蘭把這個宗教活動獻祭。 求告神的名啊。 已經成為他們的一個信仰。 阿伯蘭將這個憲制求告神的名就成為他們一種的信仰。 他也是神特別卷選的選民的選民之父。 他也是神特別選選民之父。 所以神對他的後裔講話的時候。 所以當神跟他的後裔講話的時候。 神向阿閣顯現的時候。 神向阿閣顯現的時候說。 我是你父親以下的神。 我是你父親以下的神。 這個宗教信仰的傳承一直傳到後代去的。 這個宗教信仰的傳承一直傳到後代去的。 一直到摩西出帶領百姓出埃及。 在曠野神吩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在曠野神吩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建造會幕。 表彰神在這個地方同在。 所以有些人隨便碰觸這個會幕的約櫃的時候。 所以有些人隨便去碰這個會幕的約櫃的時候。 就當場死亡。 表彰神的同在跟聖節在裡面。 去整個會幕的約櫃。 有相當嚴格的交代。 祝壇宴祭之後就變成會幕的這個時代。 後來他們進入應許的迦南地。 就住在那個地方。 直到所羅門王的時候。 他在神的旨意安排之下。 建造了聖殿。 建造得非常的優躍神。 建造得非常的榮耀神。 所以在建造聖殿完在獻祭的時候。 蒙神悅了。 這個時候才真正有敬拜神為終身的聖殿。 但是聖殿後來被敵人毀壞。 但是後來聖殿被敵人毀壞。 直到了聖約。 直到新約。 所看到的並不是這個聖殿的普遍。 所見到的並不是聖殿的普遍。 而是會道。 甚至是教會。 甚至是教會。 所以教會的定義這樣說。 是大家聚集的地方。 硬體就是指這個建築物。 但是軟體在屬靈裡面的解釋。 是指在耶穌基督用祂的寶血, 就是耶穌基督用祂的補血, 救贖、射罪的寶寶。 神的教會就是你我大家。 所以神的教會就是你我大家。 領受主的救恩以後。 成為神的兒女。 成為神的兒女。 成為一個團體。 聖結的團體。 是聖結國度祭司的團體。 這就是神的教會。 所以神的教會。 必須是一個有神同在的教會。 必須要有神的聖靈。 必須要有神的聖靈。 神的真理。 這兩個是很重要的基本條件。 因為這兩個是很重要的基本條件。 來表明神的同在。 我們看到這個獻祭。 竹壇獻祭。 這個動物殺流血之後。 要放在祭壇上面。 用火把它燒。 灰幕呢。 當他們在行走礦野路的時候。 當他們行走礦野路的時候。 由神的火柱來引導。 聖殿。 所羅門王建造聖殿完。 在聖祭的時候。 神喜悅。 從天上降下火燒了他們的祭壇。 到了聖約的時候。 在聖徒行傳第二章。 當使徒們在禱告。 聖靈如同火焰降在每個人的頭上。 聖靈如同火焰降在每個人的頭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歷史的眼鏡。 在聖經裡面。 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在聖祭有火。 在聖聖殿火從天上降下。 在聖聖殿火從天上降下。 當你在得聖靈的時候。 當你得聖靈的時候。 如同火焰的見證聖靈臨到你身上。 如同火焰的見證聖靈臨到你身上。 這表示有神的同在。 火就代表著神的一個同在。 火就代表神的一個同在。 神的臨陷。 那我們看到。 這幾點。 都是神所吩咐的。 神所要這樣做的。 聖書也說。 聖書也說。 我是教會的頭。 我是教會的頭。 我教會是我的身體。 教會是我的身體。 這是他使徒們一再所做的見證。 這個是使徒們一再作的見證。 這表章啊。 照著神的吩咐在神的教會裡面來堅定。 另外表章啊。 照著神的吩咐在神的教會裡面堅定。 所以神的吩咐就是指著神的話。 也就是指著聖經整本神的真理。 也就是指著整本聖經神的真理。 所以得夠的教會。 一定要具備這兩個基本的証實。 一定要具備這兩個基本的証實。 聖靈和真理。 從這兩個地方。 才能夠生發出第三個條件。 神之启示。 才能夠生發出第三個條件。 神之启示。 都是從歧視異能進來的。 看到這個人。 不認識。 但是他可以講出你的過去。 怎麼樣。 但見到這個人。 他不認識你的。 但可以講出你的過去是怎樣。 甚至會變一些把戲。 跟一般常人不同。 跟一般常人不同。 但是你要懂得分辨。 他不是從聖經真理裡面出來的。 也不是從神的聖靈裡面所得到的見證。 而是從歧視異能。 這個在外面有很多。 所謂魔術。 我其實只有強調兩個方法。 一個是技術。 一個是技術。 他快到讓你看不到就是染眼法。 或者是一種技巧。 或者是一種技巧。 第二種是已經是有魔了。 第二種是已經是有魔了。 他可以跟魔鬼講話。 他可以跟魔鬼講話。 他身上有一種靈。 他可以做出人做不出來的事情。 他們可以做一些人做不出來的事情。 這個巫師、法師也會做啊。 這些巫師、法師也會做啊。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他們會做歧視異能。 他們可以做歧視異能。 但是這個不是從神來的。 是另外一種魔鬼的靈。 是另外一種魔鬼的靈。 要來疑惑人的心。 要來迷惑人的心。 讓人害怕。 讓人害怕。 他就跟著你了。 就會跟著你了。 你以為他是神。 他怎麼說你就認為怎麼對? 他怎麼說你就認為怎麼對? 這不對的。 所以要去辨別他。 所以我們要去辨別。 要從真理和聖靈來去辨別。 要從真理和聖靈來辨別。 要從真理和聖靈來辨別。 因為有聖靈、真理出來的神之奇事啊。 這個是造就人啊。 這是在得救的教會裡面才有的。 所以這個我們要做一個清楚。 所以這個我們要清楚。 得救的教會才是天國的門。 才是天國的門。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門。 請看約翰福音第一章。 請看約翰福音第一章。 約翰福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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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一節。 五十一節。 第一章的五十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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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來,在人子身上。 在這裡耶穌親自作見證這樣說。 在這裡耶穌親自作見證這樣說。 我們看到約翰福音裡面。 第一章。 神從永恆、浩瀚、偉大的世界裡面。 第一章。 神從永恆浩大的世界裡面。 就是從神的世界裡面。 就是從神的世界裡面。 進入到有限的人的時空的世界裡頭。 進入去人有限的時空裡面。 他親自道成肉身。 帶來了瘋瘋瘋瘋瘋的恩典和真理。 帶來瘋瘋瘋瘋瘋的恩典和真理。 他不是從人的歷史角度來發生。 他不是從人的歷史角度來發生。 也不是從人的狹隘的觀念裡面來進入。 也不是從人的狹隘的觀念裡面進入。 更不是從這會毀壞的世界裡面當作永恆。 他的道理。 那是為愛我們世人。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一章的十九節以下。 很多人就來做見證。 有人說他是先知。 有人說他是先知。 有人說他是以利亞。 施世約翰見證他。 那是為事要來除去世人罪內的羔羊。 他是要來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 有的門徒作見證。 他就是那位彌賽亞。 他也有的門徒作見證。 也有門徒作見證。 他就是那個拿撒勒人耶穌。 他們就是拿撒勒人耶穌。 所反映出來的頭銜都在證明耶穌就是那位救主。 所反映出來的頭銜就是耶穌就是那位救主。 到了一章的五十一節。 耶穌親自作見證這樣說。 你們要看見天開了。 就是天國的門要打開了。 神的使者要在這個梯子上面, 這個上面走來走去。 神要在這個梯子上面走來走去。 其實這個地方, 我們看到主耶穌是引用了創世紀二十八章的那個天梯的典故。 其實這裡我們看到主耶穌引用了創世紀二十八章的天梯的典故。 所以這個典故是真實的。 所以那個典故是真實的。 所以耶穌就在講重要神國的道理也在使用。 所以主耶穌是講重要神國的道理時候要使用。 他通到天國的這個天梯是在哪裡? 所以他通到天國的天梯在哪裡? 這裡說在人子身上。 人子就是指著耶穌基督。 他常常稱自己的時候。 他稱人子。 英文就是講的是 the son of man 人子。 他也不排除他肉身的生活。 但是他就是這位從永恆國度來的一位主。 但是他就是從永恆國度來的主。 在耶穌基督身上。 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天的門就在他身上。 我們再來看那個十四章的第六節。 我們再來看十四章的第六節。 我們再來看十四章的第六節。 《永恆福音十四章第六節》。 十四章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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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如果不藉著耶穌基督,沒有人能夠到父那裡去。 父也可以講祂榮耀的永恆的天國。 所以這條天國的門就在耶穌基督身上。 他說祂是一個好牧人。 好牧人要牧養祂的羊。 那羊的門在哪裡? 也在耶穌基督身上。 所以祂是唯一得救的道路。 祂是唯一得救生命的門。 祂是唯一得救生命的門。 世界上沒有任何門可以通到天國的門。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門可以通到天國的門。 你想想看。 我們這個地球村。 這麼窄。 你坐個船。 你坐個飛機。 雖然時間久。 你總是可以到。 但是地球也不過是銀河系裡面的一個小地方。 但是地球只是銀河是裡面一個小的地方。 有的科學家這樣說。 有的科學家這樣說。 大概有很多個銀河系。 大概有很多個銀河系。 當然這是他們的揣測。 但是據我們所瞭解的這個銀河系。 但是據我們所瞭解的這個銀河系。 科學家一直在前輔後繼, 研究都研究不來。 但是人的世界將來會毀壞。 但是神永恆的國度呢? 這個跟人的世界是完全不可能同時存在的。 你用什麼草量來把這兩個世界搭在一起啊? 你用什麼的橋樑將這兩個世界搭在一起呢? 主耶穌說。 主耶穌說。 你們肉也看不見啊。 你們肉眼是看不到。 因為這個國度是我的。 因為這個國度是我的。 只有藉著耶穌基督才能夠進入這個天國的國度。 只有藉著耶穌基督才能夠進入天國的國度。 只有這一個門啊。 再也沒有別的門啊。 再沒有其他的門。 如果有人在世上說。 我就是什麼天上真子啊。 我可以帶給大家福氣啊。 消除災禍。 我可以帶給大家福氣消除災禍。 如果他不會死的話你還可以信啊。 如果他不會死的話你還可以信啊。 講這種話的人很多都死啦。 講這種話的人很多都死啦。 有的中風啊。 我有一次去訪問啊。 有一次我去訪問。 就碰到有一個教派的一個重要人物啊。 就遇到一個教派的重要人物啊。 他也是生病啊。 他都病了。 也是身體不能動啊。 都是身體不能動啊。 他以前也在講啊。 他以前也在講啊。 人就是這樣啊。 人就是這樣啊。 那可以超越什麼啊。 可以超越什麼啊。 可以帶給什麼啊。 可以帶給什麼啊。 沒有辦法的。 是根本沒有辦法的。 人的講法、民間傳統的習俗有很多種。 人的講法、民間的傳統、習俗有很多種。 那都不是真理。 但是那些都不是真理。 耶穌基督說。 這個通往天國的天地就在他的身上。 這個通往天國的天梯就是他的身上。 他為我們打開這條路。 他為我們打開這條路。 所以希伯萊斯那裡這樣講。 第十章的十九節、二十節。 他用他的身體。 他用他的身體。 流出了保血。 打開了這條通往天國的道路。 是又心又活的道路。 是又生又活的道路。 所謂又心又活。 就是表示著有永遠的生命的一個道路。 就是表示著有永遠生命的這條道路。 這麼清楚的交代。 是這麼清楚的交代。 我們人可以這樣講嗎? 我們心情不舒服,我們就變得很奇怪啊。 我們心情一不舒服,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們能帶給自己永生的福氣嗎? 沒辦法。 更能夠給人這樣的事情嗎? 沒辦法。 為之所有的條件、財產可以這樣做嗎? 沒辦法。 進入天國的門路只有在耶穌基督身上。 那你要如何抓住他? 你要如何跟他建立永恆不能割斷的生命關係? 你自己要用心啊。 你甚至要有一種確認。 任何人。 任何物質、條件、財產。 任何的物質、條件、財產。 任何的事情。 絕對不能影響我跟主耶穌這一條得救的門路。 絕對不能影響我跟主耶穌這一條得救的門路。 你自己要有這種認知。 你自己要有這種意見。 不用任何人講。 那是你跟神的關係。 是因為你可無得救。 是因為你可無得救。 是因為你可無仰望神。 我敢離開這個得救進天國的門路。 不敢離開這個進天國得救的門路。 生怕離開了,終於有機會了。 那你不會僅慎你的腳步嗎? 你不會用心培養你的信仰嗎? 你不會用心培養你的信仰嗎? 你不會用心扶持主嗎? 一定會往前走的。 我不是遠步踏步走啊。 而不是遠步踏步。 你一直在遠地方停留。 如果你一直在遠地踏步的話。 那時間一天一天過去。 經過了幾年。 你的信仰還在那一點停留。 你這個就是漏。 你這個就是退步。 更何況你是往後走的話。 你要把耶穌這條進天國的門路看得重要嗎? 聖經寫得那麼清楚。 為什麼那麼體貼自己呢? 你的付出神都知道。 你不用心扶持神也知道。 你努力神也知道。 所以耶穌說要進天國的人。 最努力的人才能進得去。 是要努力的人才能進入。 祂確實講過這樣的話。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 我們來看馬太福音。 馬太福音的十一章。 十二節。 十一章的十二節。 十一章的十二節。 從施洗約翰的時候到如今。 天國是努力進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著了。 這裡講得很清楚。 努力的人才得著啊。 你不努力怎麼得著啊? 你不努力怎麼得著啊? 不過你是長老只是傳到負責人信徒。 你不努力你也是在門外面。 所以知道的人。 要用心去投入。 我們傳道如果不認真做。 我們也是會覺得虧欠。 更何況是我們大家。 都領受過主救恩的洗禮。 你敢不努力嗎? 你努力到什麼地步? 不是要神認定。 不是你自己講的。 你努力去到什麼地步? 是神認定。 不是你自己講的。 努力就對了。 努力就對了。 第三個天的門。 第三個天的門。 我們請看路加福音。 請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十七章的二十節。 法律賽人問神的國幾時來到。 耶穌回答說,神的國來到,不是眼所能看見的。 二十一節。 人也不得說,看那在者裡。看那在那裡。 因為神的國就在你門心裡。 有一個法律賽人。 他們是很懂聖經的。 他們是很熟悉聖經的。 也跑來問主耶穌。 神的國什麼時候來到啊? 神的國什麼時候來到啊? 神的國在哪裡啊? 神的國在哪裡啊? 耶穌回答說, 神的國是人的眼睛看不見的。 神的國在哪裡? 耶穌說,就在你的心裡。 這一點真的是打破了我們人的一個想法。 神的國在哪裡? 神的國在哪裡? 就在你的心裡。 就在你的心裡。 不過這種人是哪一種人呢? 就是約翰福音一直強調的一種人。 一切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一切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也就是有信心的人。 神的國就在他心裡面。 為什麼啊? 他相信得救的教會就在耶穌教會裡面。 因為他相信得救就是真耶穌教會裡面。 因為有聖明,有真理,有神職其事。 他相信唯一得救的門律就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所以他努力做好自己的信仰功夫。 不是媽媽夫婦應付的。 好像點名一下,這個禮拜我來過一次點名。 或者這個月我來過一次點名。 不是這種心態。 都是很努力的。 因為他確實相信。 我要讓神的靈充滿在我心裡。 來到教會多多聽聽聖經神的話。 就因為忙。 我常常來教會聽啊。 你自己讀經,禱告,連續的時間都少了。 看一個人有沒有常常讀聖經很容易看得出來。 看一個人有沒有常常讀聖經很容易看得出來。 是不是很喜歡神的話也看得出來。 這個裝不得的。 這個是裝不得的。 這個很容易就看出來的。 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如果是有心。 你相信。 你相信。 神打開你的心眼。 讓聖靈在你的心裡面成為一個大靈的名證。 讓聖靈在你的心裡面成為一個大靈的名證。 看得出神跟你同工。 你的講話。 你的行為。 你的行為。 你的各方面。 證明你就是神的兒女。 證明你就是神的兒女。 這是耶穌教會的基督徒。 我們應該要有這樣的學習。 因為神的國就在我們心裡。 你相信。 你就會珍惜跟主長長流交的這個機會。 所以從這三點。 我們從聖經裡面清楚地看到。 我們從聖經裡面很清楚地看到。 天的門在哪裡。 就在神的得救的教會。 就在耶穌基督身上。 就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整個新教約的中心就是耶穌基督。 就在你的心裡。 就在你的心裡。 凡是謙卑悔改又相信的人就在你的心裡。 凡是謙卑悔改就是在你的心裡。 那有一次派到一個國家協助。 就是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教會。 就是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教會。 這個地方的城市有葡萄牙和荷蘭的建築物。 這個地方裡面有葡萄牙和荷蘭的建築物。 因為馬來西亞曾經被這兩個國家統治過。 因為馬來西亞曾經被這兩個國家統治過。 我印象特別深。 我印象特別深。 因為他們的靈恩會只有禮拜六和禮拜天。 因為他們的靈恩會只有禮拜六和禮拜天。 我那個禮拜被派到那個地方幫忙。 我那個禮拜被派到那個地方幫忙。 所以從頭到頭到尾。 那禮拜六晚上有葡道會。 禮拜六晚有葡道會。 每一場聚會。 牧道者五六十個。 他們很有心在帶。 執事也帶牧道者參加。 負責人也帶牧道者參加。 信徒也帶牧道者參加。 沒有人認為這是屬於哪一個人的。 或是屬於訪問組的。 沒有,大家為了要得恩典。 每一個人都在做。 所以連我們去協助的功能都可以感受到這種感動。 大家是同心的。 大家都是同心的。 而且常常聚會,負責人都大。 所以神不動功也難了。 感謝主在那兩天的聚會。 受聖靈的人將近二十個。 在舉辦聖餐禮之前的一堂課。 為了分享天的門。 因為既然那麼多木道朋友, 都是大人。 特別講這個道理。 後來直接就辦聖餐禮。 就在聖餐禮的時候, 這些木道朋友, 他們都感受到天的門的見證。 主馬上顯出聖靈的名證。 有些人在唱詩就流淚了。 甚至我們在唱的時候, 領聖餐禮的時候, 主啊! 感謝祢! 有些人看到天使一起唱詩, 一起祷告。 有些人看到天的門開了。 哇! 真的有一條金色的道路通到天國。 這些都是祷告完木道者起來做見證。 為什麼我們不羨慕要有神的靈同在這樣的見證? 為什麼我們不羨慕有神的靈同在這種見證? 如果羨慕, 大家就是要同心。 沒有分特權的。 沒有分特權的。 大家一起聚會。 大家一起做聖功。 努力抓住, 如果明天我走離開這世界怎麼辦? 有這樣的用心呢? 你不要以為你的明天都很好。 你還是一直永遠這麼健康。 很難說。 我們默會這麼久。 我們看到太多的事。 也跑過了很多的國家。 也看過什麼樣的人的見證。 也看到很多的遺憾。 但是聖經的道理絕對不變。 它是對那些願意這樣做的人來吩咐的。 你我大家都是生命在神手中。 我們要努力這樣做。 自己尤其在家裡要做以身作者。 你將來帶小孩怎麼辦? 你有時候將來也會做父母。 我們曾經也被父母親教導。 有一天你也要做父母親教導孩子。 那如果你是... 這個... 要怎麼帶領親朋好友呢? 你自己要以身作者。 神才跟你同工。 你才有力量。 你才會有力量。 這個是騙不了的。 神要的就是這樣的人。 我們求主幫助。 讓我們能... 雖然我們進入這個門。 雖然我們已經進入這個門了。 但是我們要做一個實在的信徒。 不要從這個門跳出去。 不要再從這個門走出去。 甚至離開這個門很遠。 甚至離開這個門很遠。 求主祝福我們。 唱詩。 不如... abei髮想念我的男子。 我那這個門。 好, След我一次。 像osis。